在海外的每个国家都为着尼泊尔来祝福 目前在全球大约有34个国家 响应尼泊尔的爱心劝募行动 今天志工早会证言上人表示 天下灾难偏多 警惕人人顾好心灵 积善积福才是真幸福 不分年龄与贫富都能激发出爱的能量 慈悲化为助人的善行高龄90岁的李三妹 忍着腰伤加入新加坡慈祭人 慕心慕爱的行列 一站就是三小时 80岁的陈春荣行动不便 依旧到市场募善款 把握机会为尼泊尔付出 天天都听到师父提到尼泊尔 师父在怀怒 所以他们就要尽心力去做 看这老人家的那一份的爱心 他们是起行动而做 看到这样的一方有灾难 十方其关怀 美国慈祭人来到海地发放福慧床 透过志工与神父的说明 曾经经历强政的军民同理尼泊尔灾民的苦 尽管生活不富裕 也捐出铜板爱心响应 受住者也成为助人者 这都是穷困的国度 他们不应自己穷 而感觉苦 他们都是心灵财富 心灵都很富有 虽然是幸亡 幸亏 可是有爱 他也可以帮助别人 那这都是爱的能量 传递爱心不分宗教不分贫富 更没有年龄之别 日本慈祭志工邀请中文班的小朋友与家长 自制手工艺品包粽子艺麦 激起善的涟漪 祝福尼泊尔寿灾相亲 早日度过难关 大爱新闻江信心 刘洪志华联报导